到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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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要提醒大家 他沒有輸 他完全有資格 可以繼續走下去 可是 我不曉得他為什麼要走 很抱歉今天 我們這隊要離開的人是蜜妞 對不起 還有一個目的 就是因為這次 这些男孩都去 然后 明妞也会被保护起来 也想让大家看看 其实明妞私下的生活 不是一个强悍的 是一个真的女的 是一个可爱的小女孩 要保护自己 但是现在这些大哥们都去了以后 她就不用了 她就可以 她就可以更无所畏惧 明妞是年龄最小的吧 在这里头 明妞是98年吧 我好像是98年1月是吧 对 他是最该去展示 他是最该拥有的展示自己 展示自己平台的 因为他这两天的进步突飞的猛进 就是很惊人的一个高度 他的进步空间 但是呢 他很需要一个这样的一个平台 我觉得可能他 钱对他没什么用 我自己认为啊 一个这样子 我现在突然感觉 咱们现在上网课 这种节目比较 是这样 钱对我来说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因为女生很肯定 你们这个样子对我说这样的话 一会儿让我来 说回复你们的话 我还没有想再怎么说 我们之前我们也上传很多明妞的作品 完了也总共我看现在over300k views 完了收看这个的朋友也可以去搜一波 那我问题就是 你看你之前的这种这个作品 Miko他就是想重新去introduce yourself 重新去介绍一下 跟大家介绍了自己 让就是人们不只是通过节目的这些镜头去了解你 那你接下来你会全是一个怎么样的你呢 我会全是一个 崭新了我 崭新了你 ok 你可以 你可以在 有没有可以跟我们去透 去透一下 公平 一个就是我现在开始到 翻翻粉丝问题 粉丝呢他们想问就是 啊你的这个 穿搭方你的穿搭风格妆容 你是怎么形成这种风格的 就你有哪些启发 就是打针 穿衣风格跟打针有什么关系的 穿的是裤子装吗 哈哈哈哈 你还是他最最最最想打脑 你打针打扣了你都会穿衣服 打针打扣哪你先穿衣服呀 打打针打哪啊 这是你要 打衣服是吧 哈哈哈哈 我就是一个假人 你们看到的其实都不是真正的 真正的他 嗯 他还在真理呢 嗯 就是一个那个 非常灾嫩的 女人 好了 一米八的黑人 哈哈哈哈 但是我那个我有去做这个 还跟你说 我们上面有有一部分是那个韩国的那个 这个 我不知道为什么 是吧 韩国人也爱打针吗 哎呀 哈哈 你最多多一个 你不办法去穿一些 日韩小姑娘的那种衣服 我说太大了就是这个样子 我也没有办法 如果可以的话 我很想当一个那种日韩的小主张 但是我做不到三 我觉得我觉得你不想 你想吗 我确不想 我就是只是这样 敷衍你才在家 你不要说出来 哈哈哈哈 然后虽然